好可怕 上面 上面 整個收緊來 你要整個握 它可能會從瓦斯罐 任何個地方炸出一個孔 甚至會有金屬碎片 可能會讓你受傷 休閒爐快速方便 卻也危險 爆炸後果實測給你看 短短11秒碰得一聲 熊熊大火不停燃燒 火焰高度高達5.8公尺 將近兩層樓 整個桌面陷入紅色火海 因為我們盤子如果太大 複聚太大的話 它的輻射熱會從我們盤子向下 去輻射到我們的這個乳聚 甚至比較危險一點 就是輻射到我們這個瓦斯罐的部分 這樣子就會造成瓦斯罐整個燃燒 按壓瓦斯罐冒出的白色煙霧 就是瓦斯液體 不過在使用時燃燒的 應該要是沒有顏色的瓦斯氣體 若是隨意擺放瓦斯罐 或是搖晃碰撞 沒有按照標示缺口朝上 變成燃燒液態瓦斯 會讓火勢難以控制 進而引發意外 這個瓦斯罐 你如果這樣起斜過來的時候 瓦斯罐變到旁邊去 它出來就會是液體 如果冒出有大量的火焰 就是不對的 一定要馬上關閉 除了使用方法 挑選瓦斯罐也有訣竅 選擇有阻斷 泄壓雙重防護裝置的瓦斯罐 從頂部來看 有一條一條的壓痕 就是防爆孔 萬一不幸發生意外 瓶身的金屬比較不會四處噴飛 常見使用卡式爐發生的事故 比較多了 就是因為這個卡式爐 本身它是不合格的 使用不合格 再加上你安裝的部分 會產生一些事故 挑選對的器具 使用方式也要注意 點火前必須先確認瓦斯 有無外泄 也不可以用雙爐或是多爐並用 更不要使用過大的鍋具烹煮 另外備用瓦斯罐也切勿放在爐具附近 以免發生危險 瓦斯罐快速方便省去生活時間 但稍有不慎意外嚇人 從器具選擇到裝卸方法 還有應變過程 步步謹慎才能安全完成